印尼取消入境核酸检测 印尼政府决定放宽外国旅客防疫规定 旅客不必在入境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PCR 我国经济统筹部长埃尔兰凯周一4月4日 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若在出发国已进行核酸检测 旅客则免在入境接受同样的测试 但身体出现发烧等新冠肺炎症状者除外 他还指出 一般旅客还需下载印尼健康防疫应用程序PrederLindenG 以提供疫苗接种码 另外依照总统早前指示 东盟旅客恢复免签待遇 而其他国家则要落地签证 此前 海市统筹部长卢胡特·卢特·宾特·宾特·盆瑞腿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2月以来 印尼经济其实可显著复苏 然而 国际航班班次未达正常水平 促使经济复苏步伐受到一定阻碍 因此 政府将采取措施 重启包括日热 年兰 旺加西 北干巴鲁等地国际机场 以促进国际航班数量 除此之外 疫情前实施的签证放宽政策 将逐步恢复正常 它说明 政府将立即取消入境检测规定 以期增加航班班次 但依然严格把控防疫措施 现在用大量的签证放入境核心里的签证放入境下